梁洛诗独自清醒,用三个孩子换来一世荣华富贵,不值吗? 梁洛诗88年生于澳门,她的妈妈是澳门的发牌小姐,她的爸爸是澳门的旺族且有家史。 当初梁父一眼就喜欢上了梁母,两人住在一起没多久,就生下了梁洛诗。 梁洛诗遗传了她爸妈的所有优点,从小就是个美女披子, 梁洛诗在怀里抱着洛诗的时候,就幻想过自己以后会有多好的人生, 但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一家人措手不及,梁父突然病逝,梁母伤心欲绝。 梁洛诗的奶奶将儿子的死推到了梁母的身上,断了母女的经济来源。 梁母走投无路,重操就业,一个人将女儿养大。 2000年为了让母亲的生活变得更好,梁洛诗12岁,毅然从学校退学,投身于社会。 当时她没有任何的文凭,也没有任何的技巧。 不过靠着一张漂亮的脸,梁洛诗也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。 那时候,英皇的大老板杨寿成对她进行了一次试镜,看重邀请她来娱乐圈发展。 虽然那个时候梁洛诗只有12岁,于是梁洛诗在万众期待中,于2004年踏上了演艺之路。 杨寿成当时并不知道,梁洛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安分的女人。 在英皇任职的这段时间里,唱片公司给了她最好的资源。 她的策划合作伙伴,就像是英皇一哥,谢霆锋一类的人。 16岁的时候,英皇的老板杨寿成,就以100万的价格向全世界宣布,要将她打造成小林青霞的几万人。 梁洛诗出道以后,事业一帆风顺,从歌手到影视,不断成为《越南有女郎》,还拍了一系列香港横火的青春片电影。 梁洛诗真的是上天赏饭吃,她的演技很好。 17岁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《崇不知》,就得到了金像奖和金马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。 香港很多女明星,有好多家庭条件不好,进入娱乐圈其实是棒富豪。 梁洛诗也知道,自己要走上一条这样的路,她也希望能够走上这条路,哪怕是嫁给有钱人,至少也能过上一世无忧的生活。 英皇公司禁止谈情说爱,无论梁洛诗和谁谈了,都会被公司处罚。 她才不管那么多,反正她和有钱人在一起,也不怕回约。 梁洛诗就偷偷谈恋,与公司比她二十多岁的陈辉养在一起了。 公司一气之下,将她疯,梁洛诗则是苦苦哀求公司,不要对她进行疯,她要赚钱养家。 公司有公司的规则,不可能因为你梁洛诗要养家就不血藏。 好在公司撂下一句话,血藏多久,得看梁洛诗的表现,先暂时定一年。 梁洛诗尝到苦头之后,在公司里表现得很好。 几个月后,因为梁洛诗的工作做得好,所以公司就让她去拍戏了。 2007年,李泽楷到杨子琼的剧组探班。 她在剧组里一位19岁的少女一见钟情,这个少女就是梁洛诗。 李泽楷想要追求梁洛诗,于是就让好朋友杨子琼组了一个饭局。 梁洛诗到了餐厅的时候才发现,饭桌上只有李泽楷一个人。 李泽楷捧着一束玫瑰花,对她说出了自己的心理话。 但是梁洛诗却不同意,原因是公司不准谈恋案。 但李泽楷并没有就此罢休,一次不行,她就再来一次。 当时梁洛诗跟公司有矛盾,要跟公司结束合约,但违约费却要两亿。 更何况,而且梁洛诗不答应和她谈恋爱,也是因为公司。 于是她二话不说,直接将两亿的资金交给了英皇。 尽管李泽楷比她大22岁,并且在此之前已经有过7个女朋友。 但她不仅是首付李嘉诚的儿子,风度和个人能力也不容质疑。 梁洛诗和李泽楷交往一年就有了孩子,要是换作一般的明星,谈了恋爱就有了身孕,这新闻绝对是铺天盖地。 可是梁洛诗爱上了李泽楷,一年之后她就变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。 香港的媒体却一点反应都没有,澳门组委一家当初拒绝她,现在也要透过媒体来与她相认。 但是梁洛诗却没有答应,不得不感慨,这就是人情人断。 第二年梁洛诗又给李泽楷生了一对龙凤胎,李泽楷更是花费了数十亿,把别墅重新装修了一遍。 两年时间给李嘉诞下了三个儿子,这种生产力对看重子嗣的顶级豪门来说,必定是合格的媳妇人选。 梁洛诗的一个好朋友说,梁洛诗和李泽楷在一起的时间长了,就算是朋友聚会,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核。 李泽楷说了算,就像是当初的国外皇帝一样,梁洛诗也很不自由吧? 毕竟有钱人不是普通人,一入豪门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,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妻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或许是李嘉诚对梁洛诗的轻视,或许是梁洛诗逼婚,让李泽楷恼羞成怒。 也许是李泽楷一直不结婚,所以李泽楷还是迟迟没有迎娶梁洛诗。 可是梁洛诗却在一年后发表了一条声明,说他已经和李泽楷分手了,三个孩子跟随他,由他和李泽楷共同抚养。 这个消息一出,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,至于为什么会分手,众说纷纭。 在各种流言蜚语中,他站出了澄清,我提出了分手,没有五亿的抚养费。 梁洛诗从内而外迎来了一个新的人生。 2014年,他主演爱情电影《孽孽》,并宣称要成为一个自信、独立的女性。 2018年,他在《奇葩说》节目中接受采访,声称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,却从未后悔,对往是一片释然。 工作之余,他与一般的中产妈妈无异,会一心一意地陪着自己的孩子。 梁洛诗于2018年,带着三个子女回到国内,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爸爸的陪伴和爷爷的疼爱。 而32岁的他也决心重返演艺圈。 他曾经在《奇葩说》上说过,他从未为自己的过去感到后悔。 他再次复出,再次登上荧幕。 出演第一炉香时,他的美貌依然保持着,演技再次让网友们惊艳。 梁洛诗的感情一直都是一片空白,就算曾经被拍到和富商一起出没,但是那些都没有回应,没有后续。 只是尽管两人已分手,但是想就此撇清关系是不可能的,毕竟还有三个儿子作为沟通的桥梁。 这辈子梁洛诗和小超人之间注定是分不开了。 三个孩子都和梁洛诗在一起,梁洛诗在这十年里付出了太多太多,也给了他们最好的年华。 所以三个孩子和妈妈的感情很好,每年过年的时候,他们都会给梁洛诗做蛋糕,送礼物,送好吃的。 梁洛诗晒在地板上的那朵花,应该就是他的孩子们做的。 梁洛诗要再婚,还有谁会愿意跟他在一起? 如果有人敢和梁洛诗结婚,那就等于不给李泽楷跟李嘉诚面子。 如果他敢招惹李嘉诚,那么他在香港的日子绝对不会太好过。 李泽楷现在还年轻,女朋友也是一患再患。 如果梁洛诗嫁了其他人,说不定李泽楷就跟其他女人生娃了。 如果李泽楷跟其他女人生娃了,那么本来属于梁洛诗三个儿子的资产就得跟其他人平分了。